在90年代中期 互聯網的通訊仍然未發達 網絡的世界就好像宇宙的世界一樣未被開發 所以在那時候 就有一個IM面世 就是ICQ 現在隨便捉個學生哥 問問他們知不知道ICQ是什麼 相信他們會回答 科學ICQ我就認識 ICQ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問的是他們的父母 他們就極有可能用過 而且他們當初 很可能還要透過ICQ認識對方 繼而在一起 不過ICQ在幾天前就宣布了 接下來的24年6月26日就要終止營運了 蛤?什麼ICQ還沒收拾?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第一個反應都是這樣 不過就算用過ICQ的朋友 都可能未必知道 其實ICQ並不是第一個即時通訊軟件 那為什麼爆紅的不是第一個 而是ICQ呢? 而明明曾經擁有超過4億賬號的ICQ 後來又為什麼會一沉不起呢? 那以後就沒得跟發縮ICQ咯 Hey guys, welcome 我發講我最愛與你別生 啊咯 想當年一聽到這個噩噩 就好像羅先生看到屯馬線開通一樣這麼興奮 因為意味著 ICQ又有新Message看啦 ICQ是英文I seek you的諧音 意思即是我找你 是由4個以色列人在1996年7月建立的一間公司 Mirabulous 所推出的一個即時通訊軟件 簡稱IM 可以傳送文字訊息和檔案 短短6個星期就有30萬個用戶下載了ICQ 而在97年 ICQ的平均月下載量更加有100萬 到了1998年 同樣有推出IM的公司AOL 以2.87億美金收購了ICQ 然後ICQ就一路走下坡 到了2010年又再被俄羅斯公司VK收購了 而最近VK就宣布 ICQ將會在24年6月24日終止營運 ICQ 這個為人熟知的軟件只是第二個IM 而第一個IM是POWOW 它是在1994年就已經出現了 被ICQ再做了兩年 而且更加厲害的是 它還可以支援即時語音 不過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跟ICQ相比了 POWOW的介面就不太容易用了 再加上當年網絡通訊都沒有普及 一般家人都不會有麥克風 所以POWOW的語音功能吸引力 就形同在0 而且安裝ICQ步驟簡單 註冊帳號也非常方便 而最有趣的地方是 註冊ICQ的帳號 並不是如現在可以自己定義帳號名稱 而是要交給ICQ派一個用戶號碼 UID給你 UID就是你的帳號了 第一個帳號是10,000 第二個帳號是101 第三個是10,000 如此類推地遞增上去 所以假如你的UID是10,999 那就代表你這個帳號是第一億個開的 要對方做朋友 就要輸入對方的UID 可能你會問 既然沒有網絡 那為什麼會突然爆紅呢? 如果大家當時有玩過初代的Pokemon的話 相信都聽過一個傳說 就是 為什麼會聽過? 其實一開始可能只是有人問 怎樣捉悟夢呢? 然後有人就開始吹水想太空捉 然後有人信以為真 沒得fact check 又希望有人可以證實到 那就傳開去吧 而至於ICQ也會有類似的傳言 就是有人說在半夜的時候 加自己的UID就會成功加到 然後一旦跟自己說話 那個Message就會不停地 自己發給自己 發給自己 不停地loop 又或者有個傳言就說 6條6這個帳號不是人開的 一加了它跟它說話 你的機器就會中毒 至於像你那些都市傳聞 就是這樣傳傳傳就大家都知道了 對了 聰明的你相信已經想到 既然用號碼就加到 那就是可以隨機加朋友 沒錯 假設你的UID是1億零一 那就可以很肯定 由1萬至1億 全部都是現存的UID 那就可以在裡面 隨便選過來加都一定加到 那時候大家對網絡都沒有什麼戒心 甚至乎有人發的所謂的木馬病毒 其實都是假的 通常也會接受對方的交友邀請 再加上ICQ紅遍全球 亂加的話 很大機會都會加到外國朋友 這種隨機式網友的快感 更加是拋挖給不到的 所以當年有了ICQ 簡直可以說是有朋友滿天下的感覺 我還記得在01年9月或10月的電腦堂在裡面 開了ICQ 號碼到現在都仍然記得 就是190353-011 也就是代表著 在01年那時候已經一共有差不多2億個帳號被開通了 我當年還試過跟台灣、韓國、日本朋友 四個一起連線打CS和AOC 真的比跟朋友逼一起玩小朋友一起打架 由於當時大家只是靠文字來做溝通 而單靠文字呢 又未必可以表達到當刻的心情 當年也沒有EMOJI功能 所以EMOJI的前身 也就是古埃及象形文字 啊不 EMODIKON 都是由ICQ開始興起的 通常都是由符號加上文字來塑造表情 就好像這個是開心 這個是怒 這個是哭 這個是質疑等等 不同語言也有不同的版本 例如外國人就會比較喜歡用XD、冒好D等 打橫例的 即使EMOJI已經流行了十幾年了 很多EMOJI功能到現在都仍然有人在用 因為輸入起來方便很多 嘩這些MK的名字 現在看起來都有點無管動 而至於大陸的朋友比較熟悉 到現在都還未接的QQ呢 其實當年也是抄ICQ的 原本他們是叫做OICQ O是指Open 意思是指更開放的ICQ 不過他就被ICQ告他侵犯知識產權 所以才改名為QQ 好那到底ICQ是怎樣死的呢 相信很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想到 當然就是因為其他的IM崛起啦 好像MSN啊 Skype啊之類啦 這個其實並不是主因 主要的原因其實是他們自己 首先他提供的功能很落後 當其他的IM陸續都支援各種功能 例如支援group chat 更豐富有趣的互動遊戲 語音通話 視訊通話等等的時候 ICQ也跟不上科技進步的部分 遲遲都沒有這些功能的更新 而以前很多地方開帳號 都不會有任何限制 密碼不用大小加加數字 不用查電郵電話 更加不會要求有什麼驗證碼等等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在內 都是隨便改個用意機 甚至乎不用記的密碼 根據統計 最多人改的密碼是123456 Password 和QWERTY QWERTY就是順義鍵盤掃的6個按鈕 其實都頗方便 而我就聰明一點點 就改了做Incorrect 因為當你打錯密碼的時候 他就會提你 Your password is incorrect 但是隨著互聯網通訊變得越來越普及 垃圾帳號、網絡廣告和黑客 也都隨之變得更加猖狂 ICQ也都不例外 當各種不同的平台也都加強了保安 開始出現大家熟悉的帳號驗證 要求用高強度的密碼才可以繼續用 又或者註冊之際 ICQ就這麼多年以來 都沒有加強過這方面的東西 導致大量的帳號 在00年代的早期已經被黑客入侵 原帳號的擁有者 就再沒辦法拿回原有的帳號 繼而觸發轉換In平台的契機 還有這幾年很流行說 很流行做的斷捨尼 又或者很流行玩的元後積繁功能 其實真正開創先行的是誰 沒錯就是ICQ ICQ的對話 在當下說完之後 關掉對話框再開就看不回了 之後雖然更新了 有得保留對話記錄 不過ICQ經常有各種不同的大小更新 有時可能只是把廣告欄放大完 又縮小又更新了兩次 這些更新除了令界面不同樣子之外 更加導致用戶的對話歷史記錄沒有了 甚至乎用戶自己打的個人資料 或者個性簽名等等都沒有了 其實很多開心的回憶一旦被洗走 就真的沒有什麼好流暖的了 所以又有部分的人被迫很瀟灑地斷捨離 沒錯就是Delete ICQ 雖然時至今日各種不同的平台 偶爾都會出現伺服器而上不到的問題 不過通常一個多兩個小時 或者最多幾個小時就修復了 大家就可以正常用了 只不過ICQ的伺服器 穩定性真的特別低 伺服器當吃生菜 導致要重新連線 不斷聽到 當時已經有很多人習慣了用IM 所以可以說是用少一陣都不行 最嚴重是試過輕捉一個星期 強迫了很多用戶跳出他們的舒服 就是專用另一個更穩定更多功能的IM 俄羅斯公司3K在2010年收購了ICQ 雖然在2011年的11月 他們隨著ICQ3.0版本推出了電話APP 貌似WhatsApp的介面 加上用戶可以用回原有的UID登入 曾經都掀起了一點熱潮 只不過它就變成像電腦的Internet Explorer一樣 是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裝Chrome、Firefox之類用的 而電話版的ICQAPP呢? 就變成用來找失散多年的朋友 加回他們的電話 又或者他們其他的IM平台 然後因為大家都習慣了其他IM 而ICQ也沒有什麼特別新功能 可以吸引到人們保持著用 所以很快就沒有延後了 而俄羅斯當地雖然仍然可以靠 當地喜歡用漂亮UID的帳號的特殊文化 來保留著一小撮人的活躍之外 他們也沒有辦法可以令到ICQ起死回生 所以最近終於都決定關閉了 ICQ的技術雖然新 但也不是最新 只不過他們的發起人 懂得怎樣將一門複雜的新技術 設計成變得更加顯淺易入口的新功能 從而令到民眾可以口以相傳 新技術得以普及化 絕對不是單靠運氣那麼簡單 而是真正地有站在用戶的角度去考慮 去設計 但自從AOL收購了ICQ之後 就正好相反 打算用ICQ跟其他同行打牌 結果打輸 重點並不是對手太厲害 而是他自己將一手的好牌打壞 一般公司都不可以不與時並進 更何況是科技公司 想著靠增加市場佔有率 就可以吃老本而急攻近你 一心想賺錢就硬失一大堆廣告 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穩定性 也沒有跟隨用戶的使用者需求 而作出適時的改變 也沒有好好地收購更加有潛力的競爭對手 真是放多少包乖乖都保有不了你 一間公司或者一個人的成敗 最大的敵人 其實往往都是自己 不過最後也很想多謝創造ICQ出來的 這幾位以色列的青年 因為有你們將IM發揚光大 我們現在才有這麼多種這麼好用的IM 到最後我想問問大家 用過ICQ又或者MSN的朋友 你們還記不記得自己的ICQ號碼? 另外ICQ、MSN還帶給你們什麼回憶 又或者故事呢? 都歡迎留言分享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再見 icons 我字幕 Já Vs 你才會想跟社交聯合 我不是啥 我不是啥 我的意思 我不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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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